其实有很多交通事故都是由于疲劳驾驶而造成的 那么为了避免疲劳驾驶 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呢 首先疲劳驾驶是指驾驶人在长时间连续行车后 生理和心理技能的失调 出现驾驶技能下降的现象 在我们驾驶的时候 一般全天驾驶时间不得超过8小时 连续驾车时间不得超过4小时 中途最少休息时间为20分钟 疲劳驾驶我们应该做的是避免 而不是想着疲劳驾驶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做才能不感觉那么累 那么怎么避免呢 首先在驾驶之前 有一个良好的精神是十分重要的 所以要休息好了再进行驾驶 提前调好生物钟 驾驶之前尽量不要吃得太饱 如果生病不要太晚吃药 这些驾驶前行为都会影响驾驶员的精神状况 而在驾驶途中怎么避免犯困 也许一首激情的歌曲 能让你在驾驶的时候不犯困 但是也不要嗨过头了 车内的气体也非常重要 车内气体要定时开启外循环更换 不然容易引起瞌睡 口里有东西也不容易睡觉 在开车的时候最合适的零食就是口香糖 当然副驾驶的节奏也能影响司机 所以叫一个精神好的人来当副驾驶吧 不然副驾驶的人一直睡觉 也是会传染司机的 当司机有点犯困的时候就要休息了 如果是在高速路上 一定要将车停在服务区内休息 进行疲劳驾驶可以说就是在自杀 没出事只能说你没有自杀成功 虽然说的可能有点夸张 但是珍爱生命不要疲劳驾驶